阔别18多年的妹妹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就全部都是空旧父的故事了 这一天柳叶接到了一个古怪的电话 另一头开口就要找姐姐 柳叶在奇怪对方是否打错时 对方询问这里是否是若苗家 在得到确认后 对方自我介绍 自己是高知的局地 要来找春香姐姐 然后就询问 请问你是子愿吗 总之二人是一番解释后 对面说因为零钱不够 人也迷路 说了个地名 希望能过去接她一下 在报上咖啡店的地址后 电话刮断了 柳叶在疑惑一会儿之后 才反应过来 春香姐姐 不会就是空旧父吧 感觉反差好大呀 其实出去的时候还在寻思 对方是旧父的姐姐 还是妹妹呢 然后她脑洞打开 不会又是个人妖吧 车站里 子愿和朋友们是挥手告别 就在她打算找个咖啡馆 歇歇脚时 她有了新的发现 柳叶那个家伙 在鬼鬼祟祟的干嘛呀 好奇的她上前询问 又一次的将柳叶吓了一跳 子愿在得知缘由后 虽然柳叶没说 但是也能猜出她的目的 是不是以为爸爸的家人 也是人妖啊 这问的柳叶很不好意思 而子愿也很好奇这个姑姑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吧 子愿应该叫对方小姨才对 是吧 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吧 毕竟也就是咱们这儿能够将 父系跟母系两个姿子的人的称呼 分得是那么细致 至少我知道 今天一天天喊爷爷爷爷的 实际上那是她的外公 子愿前往柜台询问局地的客人 而柳叶还在想着 血脉会不会遗传时 身后有人搭话 是个看上去温柔漂亮的女性 她就是局地 局地顺势 回去的路上三人边走边聊 柳叶的信息又被混浊了 这位竟然说 子愿小时候不是男孩子吗 听着二人的嬉笑 看着那美丽的面容 柳叶陶醉了 毕竟这个年龄的男孩子 对于大姐姐是无法抵抗的 闲聊中得知 他们竟然有18年没有再见面了 而且与其说是姐姐离家出走 倒不如说她是因为想做男人 而被爸爸赶出了家门 然后她也很苦恼子愿对自己的称呼 要是那样的话 自己的姐夫岂不就是子愿嘴里的妈妈 也是啊 但凡是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混乱 而子愿接下来的话让她更震惊 因为见面之后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 回到家 舅父的大脸预示着她有多么的震惊 而这位也不下于她 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是自己的姐姐 确实啊 11年前一个还是小学生 另外一个虽然有些男子气概 但至少还是女人呢 二人的震惊也是值得理解 然后就是子舅母上前后 顺子的大脑有些不够用了 慌慌张张地打过招呼后 和姐姐是面面相许 属实有些尴尬 坐下后缓和了一下心情 二人开始攀谈 几句之后是相视一笑 那种陌生感就荡然无存 晚上吃饭时 舅父被一个消息惊到了 自己的妹妹要结婚了 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通知一下姐姐 当问及对方是什么人时 她害羞地说 是一个月前相亲认识的 而且还说自己快30岁了 父亲很焦急 毕竟她还打算找个女婿入坠呢 所以才急匆匆地找人说媒 而子愿柳叶嘀嘀咕咕地说的则是 乡下的那种地方 年龄大一些 还悄然一身的话 会被人说闲话的 大家认为柳叶这里 有些不愤的原因是什么呀 另一边大人们还在讨论 舅父喝了些酒 话里话外的怨气也就出来了 他的父亲是个老胡吧 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以继承家族为理由而结婚呢 他不过是个乡下校长 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已 并且由衷的庆幸 自己当初脱离的妇女关系 是多么的正直 顺子听着姐姐的抱怨 他说出了此来的目的 7月20号是文定 请姐姐一起参加吧 此话一出 众人是哑雀无声 片刻之后 舅父大笑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老头子早就放话 让我永远别回那个家 但顺子却笑着说 没关系的 因为那是爸爸的心愿 但是舅父 他并不相信这一说法 顺子接着说 爸爸前年已经退休 人已经平和了很多 但是当顺子说到 父亲挂念女儿时 舅父非常的愤怒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为何他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但是就在舅父 还想再说些什么时 家里的另外几人 已经开始商量行程问题了 所以大家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第二天 只在家里住了一夜的顺子小姐 匆匆地赶回了高知 但临行前 他一再顶嘱 一定要回去啊 月台上 夫妻二人目送着列车出站 舅父还是不想回去 他对那个老头子的怨念很深 当年的他 为了面子 将儿子 这里说一下 舅父自认为是儿子 赶出家门 自己结婚时 也没有联络 孙儿出生时 还是一样 甚至寄回家里的信件 都是时辰大喊 而舅母则安静地听着她的牢骚 只是慢慢地说出了一番话 父母尚在 能见却不能见 你太不珍惜了 之后是二人的沉默 当然 我单纯地认为 大师就是在炫技 赤裸裸地炫技 作为疼爱妻子的舅父 他投降了 而这一家子 最终在文定的前一天 出发了 下了危机后 感受着着着着的天气 子院柳叶 也得到了一个恐怖的消息 租车前行的路程 还要三个小时 而这次 舅父不再用地图了 顺着这一路的道田 舅父是边开车 边为大家介绍 子院很敏感地感觉出 父亲的异样 一路上 他的话是滔滔不绝 突然 舅父的话停了 而车子也停了下来 阔别了18年的家 就在眼前 不同于孩子们的好奇 舅父的心情是既怀念 又有些情切 一会儿舅舅下了决定 慢慢地走进了家门 而他的脚步声 被院里的人察觉 对方在修剪喷呆 随口问了一句 请问找哪位 然后慢慢地回头 老头的表情 也从慢慢地和蔼 变成了惊恶 在舅父情不自禁 喊出爸爸后 他认出了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自己的女儿春香 然后老头戴上了痛苦面具 他喝着 你这个忤逆女 还回来干嘛 而这三位 就远远地躲在外面 当着吃瓜群众 就这样 舅父的家庭线 正式地展开 而本期的内容 就先到这儿吧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最后麻烦点点小手 给个三连 下期再见 拜拜 首先声明一下 这两期的内容 会出现经常是 一张图片 十几秒 不带转换的情形 没办法 因为本人语速不快 内容上主要是 空舅父的描述很多 所以蚊子增加 还仅仅亮 乡下的天空 是蔚蓝色的 和东京不一样 这时的紫苑二人 他们在感叹 这里的太阳 也不一样 很毒 而这二位就这么的 晒了半个多小时了 两人是呆呆地 看着眼前的风景 他们在瞅啊 因为舅父已经进去 半个多小时了 还没有任何结果 看来是要订酒店了 但是酒店 又要三个小时的路程了 屋子里空气凝重 原来这一切真的是 顺子的一厢情愿 身为妹妹 她非常希望姐姐 能出席自己 非常重要的日子 但是老头子很不耐烦 嘴硬地让人赶紧滚蛋 并对舅父说 自己从来没有原谅过你 而这个不原谅一出 舅父破坊了 他回怼道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要回来得到你的原谅 并嘲讽到老头子 你不觉得羞愧吗 如此的信凶狭隘 这看把老头气了 然后沉寂了半小时的宁静 被打破了 父子开始大声地争吵 一个说 女人就要如女人的样子 而另一个人说 自己从来都是男人 不是女人 并反对道 你从小教我剑道 教我打架时 怎么不说我是女人呢 这老头气得直骂 我教你又怎样 我又没教你去做男人 他俩的争吵声 就连屋子外的柳叶二人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老头身体真好 可不像六十啊 突然二人身后有人发话 鬼鬼祟祟的 在别人家门口干嘛 是一个壮汉 她戴着围裙 扛着饮料 这让紫月很不爽 语气很冲的反问 孙女站在爷爷家门口 有罪吗 而这个孙女 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屋子里 二人还在争吵 已经从上学时期 吵到了工作阶段 老头子思想守旧 他自己身为教师 自家孩子缺句话 毒害青少年的漫画 简直让自己无言以对PTA 而另一个回怼 你就是老公板 守旧 自己在东京 曾收到过PTA会刊的专访 终于 顺子受不了爆发了 他的要求很简单 一家人聚集 自己得到祝福 而他也不相信 对方会因为姐姐的情况 而做出悔婚的事情 并且 自己已将姐姐会出场的事 告诉了对方 这将老头子气得转身就走了 他不想再管任何事 而顺子则再一次地向姐姐道歉 请求他原谅自己的任性 这时 坐在一旁的奶奶突然发笑了 惹得舅父很疑惑 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笑得出来 然后奶奶则是正式地和舅母打招呼 然后老样子 懂得日本礼仪的朋友 麻烦解释一下吧 这里舅母她是不是用的是女性的礼仪 奶奶高兴的原因是 时隔多年 哪怕是吵闹 这个家里终于有了一些动静 而就在这时 外边来了客人 对方上来就询问 是不是春香回来了 这舅父回头 两人互相打量一会儿后 在喊出了对方的名字后 生疏感退去 十几年没见 感情还是那么好啊 街上的居酒屋里 现似大受打击 那么漂亮的太太居然是男人 她还以为舅父是同性恋的 却被不能喝酒 心生闷气的子愿嘲讽 两个女人 自己怎么生出来的呀 用脑子也知道不可能啊 然后就是舅父的苦笑 因为生孩子的痛苦 她体会了 这个现司是舅父从小的完败 通过她口中 我们得知了舅父小时候的事 上学时 舅父就是乡下的孩子王 现司是在小学的入学礼上才知道 舅父是女孩子 因为当时她穿了裙子 但是那也是她唯一的一次 并且感叹 这个世间粗鲁的女孩不少 但是像舅父当年给人的感觉 她不是假小子 而是那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孩子 甚至还不无羡慕地说 当年从中学到高中 舅父是异常地受女孩子们的欢迎 收到的情书更是多不胜数 却被子愿揭穿 你是不是一缝都没有啊 这头一次发现 子愿还是满记仇的 接下来就是当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校服事件了 这件事舅父有些不想提 只是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而家里奶奶提醒着村子里没有旅馆 而老头子就傲娇地回应道 随你安排 在浴室里她还在想着白天的事 甚至也在思考 真的是自己顽固吗 子舅母收拾着衣物 奶奶进来带来了茶水 简单的寒暄后 奶奶发出赞叹 春香娶了个好妻子 并且对于舅母结结巴巴的解释 奶奶再次地肯定 你就是个出色的妻子 我老早就将春香当成了儿子 然后感谢对方将子愿照顾的婷婷御礼 并说通过这18年来的信件和传真 自己能够了解你们真的很高兴 因为家里老头子的固执 不方便回信 但是你仍然坚持写来 所以自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并且要求对方改口 对方的态度让舅母是喜极而弃 因为他们的长辈终于能够认同他们了 居酒屋里 舅父的酒量不好 又睡了过去 借此机会紫愿询问当年的校服风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年他们就读的那间学校 正是春香家老头子任教的那一间 入学礼上春香竟然是男装出席 虽然小学中学不用穿校服 但是高中不行 然而当时的春香是极度抗拒裙子 这让身为教导主任的老头子 自然是备受侮辱 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将他的外套强行脱下 一把火烧掉 这让紫愿忍不住都说这样太过分了 但是这还不算完 本来春香想去室外不用穿校服的学校就读的 却被他的父亲拒绝 因为当年的老头子希望将春香变回女孩的模样 所以才有了入学时的冲突 这柳也很着急 第二天呢 发生了什么吗 现次不慌不忙的接着讲 第二天的春香 照例男校服 不仅如此 他还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件女校服 在校门口在他的父亲面前一把火烧掉 听的紫愿二人是目瞪口呆 因为真的够胆量啊 题外话 故事设定是97年98年 向前推到18到20年 那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别看大家现在提到日本都觉得很开放 但是那是在泡沫经济之后 哎 失落的30年 我们再走老路子呀 春香与他的父亲呼烧校服持续了一周多 最后学生们也开始抗议 甚至学校也开教职会 后来更引来了PTA总会 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不了了之 这家伙当年可真的是风云人物啊 校服也是他愿意找帮忙的学长们借来 但是上天也是残忍的 这么出色的男人 却被赋予了女人的身体 从那之后 父女关系恶化 学校里很多同学都在回避他 高三时 他与父亲大吵一架之后 不等毕业就离家出走 可以说那段时间对于春香来说 没有什么美好的活路 所以这18年来他不曾回来 也可以理解 但是就在紫苑二人也跟着伤感时 门被打开了 限思探出头 招呼对方过来 然后将一旁的舅父喊醒 而推门而入的是朋友 他们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春香 原来是限思 仓促下他只能联系附近 最近的朋友过来相聚 看着舅父那一脸的笑容 相信当年他确实有着不少痛苦的回忆 但是也有着能够理解他的朋友 因为不管怎么说 这里毕竟是他的家乡 就在舅父高兴的发出豪言 尽情畅饮时 家里的子舅母还在无聊的等待 突然老头子一脸凝重的出现了 然后是下跪请求 他请求对方明天以春香的身份 出席文定 就在舅母惊讶于老爷子的操作时 门外一个小女孩抱着个过偶出现 老爷子很倔强 他为了顺子请求舅母答应 就在舅母不知如何是好时 顺子路过 老头一看赶紧起身 面对女儿的询问 他更是嘴硬的说 乘凉怎么了 然后训斥对方 大晚上不睡觉来回下逛 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顺子 怕父亲说的话不顺耳 所以提前帮忙道歉 这就更让舅母没办法解释了 突然顺子大喊 谁在哪 出来 草丛里稀稀苏苏 出了个人影 顺子认识 叫出了张子妹妹 乡下的天空清澈干净 这对于城市里长大的二人是新奇的 子愿还在可惜 不如带个望远镜过来 而柳叶则在感叹 那两只嘴猫 没完没了 堤坝下边 他们二人简单的交流了一下 这些年的过往 献死的太太四年前过世 留下了一个孩子张子 他平时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照顾店里 幸亏有自己的妈妈 以及顺子帮忙 而对于顺子的帮忙 献死觉得 可能是为了暴打吧 毕竟春香离家出走后 自己经常过去陪伴 让他不至于那么的寂寞 但是现在 他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而说到这儿 献死大叫着 再去喝个痛快 以至于舅父这么爱喝酒的人 都有些扛不住 毕竟明天自己还要参加稳定 而且作为儿时玩伴 舅父很敏锐的感觉到 对方就是单纯的想找个人喝闷酒 就在紫苑柳叶自嘲 看来回不去时 一位老人喊着献死 慌慌张张的跑来 张子不见了 老人家明明已经将孩子哄睡着 但是刚才过去时才发现 人不见了 鞋子也不见了 老人在四周找了一圈后 没有发现就慌慌张张的来找献死 而献死则先是安慰着妈妈 然后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不会是找顺子了吧 正在众人商量时 后边一辆车驶来 停在了众人身后 是顺子 以及车上的小女孩张子 下车后 小女孩怯怯怯声声的 面对着奶奶的担忧 她却大骂父亲大蠢彩 三人很惊讶 但是这二人的神情有些玩味 然后小女孩怒气冲冲的 和奶奶一起回家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献死先向顺子道歉 当问到这么晚张子跑去干嘛时 顺子的答案是 他是来还玩偶的 这话一出 对应着两人的神情 这是一股子爱情的味道 四人乘着回家时 紫园在后座大叫好可爱 那是刚刚张子还回来的布偶 顺子说 这是之前张子来家玩时 自己送给他的 虽然看起来很旧 但是保管的也很好 因为小女孩也知道 那个玩偶是自己的宝物 而这就让紫园很好奇了 为什么这么晚 他还要回来送给你啊 而舅父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 想要询问时 却被顺子打断 明天就是稳定 大家可以开怀畅演 很明显就如舅父所想 慢慢的顺子呢 也陷入了回忆 布偶是当年 献死送的 那时候的自己 已经不是在需要抱着玩偶 才能入睡的小女孩了 但是当时的献死 在紧张 拙劣地解释着自己的好意 之后是嬉笑 打闹 甚至当时的自己 曾开玩笑说 将来你没人要时 我就嫁给你吧 另一边的献死 则看着眼前熟睡的女儿 听着她口中的 男男的姐姐 而自己也陷入了沉思 那一天 女儿高高兴兴地 带回了一个 自己非常熟悉的伯偶 并说是姐姐送的 自己在差一波 保存完好的同时 顺子也笑着说 那是我的宝 自己非常的不好意思 而女儿觉得 这是姐姐的宝 不能要 顺子接着说 不要紧的 并对张子说 更加爱惜猫咪的话 她会非常高兴的 而小女孩很单纯 她想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就是 姐姐做爸爸的先娘吧 这样猫咪 就会永远地 和姐姐在一起了 所以在那之前 自己就先替姐姐保管吧 回忆着这一切 听着女儿梦中的话语 沉思自言自语道 自己确实是个蠢才 第二天一大早 老头子赤着脚 喊着春香的名字 找了过来 但是打开门后 却被告知 对方早糟地 起床之后就出门了 子舅母猜测 很可能是去找沉思了吧 老头气得大骂无腻女 这么重要的日子不着家 但是随即话头一转 她不回来 正好阿子你就顶替吧 然后慌慌张张地出门了 这让舅母很为难 昨晚众人回来的是太晚 而且舅父心情还不是很好 所以想在早上再提这件事 哪知道 舅父早糟地 人就不见了踪影 就在舅母发愁时 却发现 外边拿着玩偶发呆的顺子 舅母坐下后 先道了个歉 然后问道 你是否对这次的婚事 没有兴趣啊 沉默一会儿后 她的答案是 自己很急 着急结婚 因为自己非常讨厌 保持现在的这种心情 在奥村酒店里 县思面对着舅父的质问 承认了自己很喜欢顺子 但是当问及 为何不去表白时 县思在顾虑 现在的她已经有了婚约 舅父没等县思说完 就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解释 由于自己当年的任性 使得从小就孝顺的顺子 为了父母 更不敢做出违抗的事 她一直都是在压抑着自己 并说 她至今都没有结婚 所等待的 不就是你的一句话吗 顺子一直在 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 而说到这 现思也爆发了 自己是个带孩子的官夫 有什么资格去表白 而且自己还要照顾店子 不可能去入赘的 甚至反问 你觉得 你爸爸会接受我吗 然后黯然的说 一切都太迟了 听到这 舅舅还在劝着对方 不玩的 常事在人 你可以坚决的 要求对方解除婚约 却被现次嘲讽 你这个被东京同化的人 这里可是小村落 做出这种事之后 绝对会传遍前村的 气得舅父 一拳怼着上去 你竟然只顾着眼前 这些货物 然后就将它全部砸烂 可以说此时的舅父 就是一个关心妹妹幸福的 哥哥的形象 然后这二位就开始了战斗 而家里柳叶紫月非常着急 南方的人已经到了 但是空舅父还没有出现 而子舅母已经开始慌得一痞了 满地破碎的酒瓶 毒辣的太阳 以及气喘吁吁 满脸伤痕的这二位 现次在感叹 我们都不年轻了 甚至还在打趣的说 你常年扶桌工作 体力不比当年了 这里我吐个槽 空舅父是女人的 你一个常年的体力劳动者 和一个女人不想上下 甚至还洋洋自得 大家说这是舅父太逆天 还是现次自己太差 然后这个家伙笑着伸出手 哪知道舅父不安套了出盘 也是啊 虽然舅父花热血漫画 但他不一定会跟着做吧 然后大骂 这是现实 不是低成本的青春剧 现实是不能打一架后 反而一副有情深厚的样子 你这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蠢才 这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就在这二人火气又要上来时 现次的妈妈找来了 她先是惊讶 后巷里这满地的凌乱 然后这二人尴尬的开始解释 老人家才想起过来的目的 春香有电话找你啊 电话的另一头是子愿 她大声的询问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并且说家里边发生了大事件 而家里子舅母是一脸尴尬的 默认了自己的新身份 顺子的姐姐 面对着男方家长 对自家两个千金的赞誉 老头子很嗨 脱口而出就说 这两个女儿犹如我的宝物一般 听得这三位是尴尬不已 另一边明白了老头子想做什么的 舅父气得大骂 挂掉电话转身就往家里跑 献子很担心 也跟出来询问 却被舅父骂少管闲事 并且上车前 他嘲讽对方就是一个胆小鬼 献子看着远去的汽车 是沉默不语 而身后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 无法做出选择的她 只能发出怒吼 局地家 舅父怒气冲冲地冲了回来 顺子看着满身狼藉的姐姐 询问发生了什么 在得知姐姐知道了父亲的操作后 更是紧张地要拦下她 防止她进去坏了大事 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门开了 是限思那个家伙 看来这个家伙开窍了 他终于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了 只见他一年凝重地走到顺子面前 舅父是一脸期待 只见这个家伙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后 直接来个开口诈 我可以取回那个波偶吗 气得舅舅直骂 这家伙就是个胆小鬼 蠢才 而限思则接着说 张子很需要那个波偶 而且我也是 我很需要你 然后轻轻地询问 你跟我一起回家可以吗 二人是四目相对两顾无言 很快顺子泪如履下的反问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不早一点 面对限思的解释 只是难难地说着为什么 因为限如今真的太迟了 看着伤心不已的妹妹 作为哥哥决定亲自出手 她让限思先带着妹妹出去待一会儿 然后端起托盘 对着限思说 记得黄昏前回来就行 屋子里众人有说有笑 舅母此时已经认命 奶奶则在一旁安慰 因为她也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而就在老爷子纳闷顺子的啤酒 怎么那么慢时 一声爸爸传来 老头子先是随意地回了一句 但是抬头直接喷了 脱口而出了春香 虽然很快地反应过来 但是已经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然后对方好奇地询问 春香是什么意思 之后就是这一脸刚正的自我介绍了 还是翻译问题吧 就是我谷歌了一下 日本男女的自我介绍差异很大 这里原翻译是什么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不管是一个男人说着女性的用语 还是说这个男人用着男性用语 介绍自己是女性 这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来说 冲击力应该是很大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后一种 毕竟舅父的认知 一直视自己为男性 不久久兰宾散 舅父则是一脸郁闷 老爷子是哈哈大笑 对方竟然完全不介意 所以就冲这个家庭这么开明 顺子嫁过去 绝对会幸福的 听到幸福 舅父并不认同 并再次提出取消婚事 这老爷子可能心情很好 并没有发火 并且他也知道现司的意思 但他的观点是 婚事进行的太顺利 所以让顺子产生了不安定的波动而已 气得就乎又开始和他吵起来 一个说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不考虑顺子的幸福而已 而另一个则说 18年来都不曾对妹妹有一丝的照顾 有什么资格说要考虑对方的幸福 这不得不说老爷子这句话 杀伤力真的很大 他接着说 自己就是为了顺子的幸福 才尽心尽力的来回挑选 你这个突然闯回来的家伙 凭什么教训我 说完犹如胜利了一般 转身就走 但是刚走几步 才反应过来 没人和亲家走的时候 顺子没来送行啊 然后旧父是一脸深沉的说 生迷已经成熟饭了吧 听着旧父那含糊不清的话语 老头子急了 撒脚就去找 而且还是边跑边喊 这父子斗法真的太有意思了 但是面对着妻子的询问 邱夫却说 献死那家伙 真有这个胆子倒好 不然也不会弄到现在这样 而刚才的话 只不过是为了泄愤而已 毕竟老头子刚才的那些话语 说到了旧父的痛点上 然后旧父想让妈妈和自己一条战线 帮忙劝解一下老头子 哪知道老人家反问 那两个人是认真的吗 之后面对着替他们辩解的旧父 老人家说出了很智慧的话语 那就是别管他们了 事情闹到这般田地 就是他们二人的责任 如果他们真的是想认真的得到幸福 那么接下来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但是熟悉自己妈妈性格的旧父 直接拆穿 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这么久 您竟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关系 真的没责任吗 老人家一哈哈 就用自己的迟钝演示了过去 不提这三个人接下来的讨论 就说老爷子满屋子找着女儿 当来到大门口时 他发现自己的两个孙儿像是在偷听 上前后发现竟是顺子和现思 就在他想张口时 被两个想看细肉的家伙制止 这里解释一下 细肉是广东的方言 特指是精彩部分 外边顺子讲述起自己大学时 在听到现思的订婚后的反应 就是抱着这个玩偶不停的哭 当年的自己在高知县寄宿 新年回来后 在得知对方订婚后 自己才明白那种感觉是喜欢 但是已经晚了 在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对方已经订婚了 而现思这个家伙终于吐落真情 他很早就一直喜欢顺嘴 但是他自认为 自己是个不学无数的男人 所以早早的就将那份喜欢放在心底 只敢将对方视为妹妹 甚至就是在刚才 自己的官夫不能入赘 这些理由通通都是借口 说给大家的借口 他不能说出口的原因 就是没有打印 而顺子也明白 因为他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一直都是在等待 而不是勇敢的说出来 所以一切都太迟了 但是即便如此 顺子还是很高兴 因为他听到了对方的心里话 他还是感觉到了幸福 里面蹲墙角的三人 在等着现思的反应 果然这次他鼓足了勇气 他不想放弃了 他想去尝试一下 而看了这一番的细肉 老爷子头一扭 转身回屋 他还是认为 那只是顺子的错觉而已 可以说 现如今 大家都在为这二人的幸福而祈祷 但是有些时候 有些问题 他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晚上南方来电话了 他们退婚了 因为回去后 那个男人说 自己有了一中人 但是后来听传闻 真相竟然是 对方的那个儿子 可能是个裙脚仔 也就是妈宝男 好了 本期内容结束 说一下 本打算是发两张的 但是一想明天是周日 大家又很闲 有时间刷手机了 而且空旧父的家庭线 顺子和现思的感情 占了大头 所以要是中间断章不太好 再加上写文暗时 喜欢开着后台 看大家留言 所以一嗨 就多来一节吧 而且这三节绝对量足 但是周一 周一 真的别催了 大家就安心上班吧 我的PSN会员 你也别让我白掏钱是吧 好了 老样子 听到这的朋友 三连不三连 真的不重要了 谢谢朋友们能看到最后 还是那句话 我会做出我现阶段 能做出的最好作品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们周二再见 拜拜 在文定风波的第四天 老爷子中气十足的回应 不可以 说什么都不行 那强大的声音 甚至引得着老旧的房屋 都灰尘散落 但是即便如此 现思依旧是每天过来提亲 依旧是每天面对着这张脸 而今天 老头子没耐心和他们在家里吵架 因为他和孙儿们约好 要去钓鱼 明天他们就回东京了 所以要和孩子们玩个痛快 然后这二人 这又是失败了一天 现思叹得气 因为每天面对着老头子 他的童年阴影又回来了 也是 老头子是他们上学时期的教导主任 火爆脾气不减当年 空舅父询问 最后一天了 是否需要我出手帮你一下 但是却被现思拒绝 因为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你们已经帮了很多了 剩下的 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克服了 正说着 门口传来了动静 老头子和声悦色的 与两个孩子有说有笑 这让二人很意外 因为谁也没想到 那个脾气暴躁的老头 竟然是耿隔背亲 看着三人出门去钓鱼 舅父突然问道 柳叶的事 他还不知道吧 答案是 这婆媳二人全忘了 所以就是老爷子很自然的 在和柳叶相处 这时顺子突然说了一件趣事 就是老头子竟然对阿子小姐 卑躬屈膝 这简直不敢相信 空舅父本以为 老头子是在威逼阿子 做替身的决定 之后舅父也很奇怪 因为初次见到女儿的妻子 他应该是不自然太对 甚至应该是对你不理不惨 为什么会这样 而听着儿女们的讨论 这位则是笑而不语 小河边 子鸢很兴奋 因为新手第一次就这么大一条 兴奋的他向爷爷炫耀 而柳叶则是毫无收获 看着两个孙儿的嬉笑 老头来到树下乘凉 休息一会儿 毕竟今天真的很热 突然子鸢靠了上来 原来他要涂一些防晒霜 而趁这个机会 子鸢询问 爷爷为何一直要与爸爸吵架 为什么不能和好呢 大家又不是小孩子 老头是一脸正经的说 他只要道个歉不就行了 子鸢笑眯眯的回答道 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看着一次次空干的柳叶 老头子有些急 凭什么我要向他道歉 子鸢还是不慌不忙 回了一句 爸爸一定也是这么回应 然后子鸢反问 为何对我这个孙女这么友善 老头子很傲娇 孙子孙女是不一样的 子鸢都笑眯眯的说 别斗气了 明明想和好的 甚至反问道 是不是因为想和爸爸一起钓鱼 所以才带我们出来玩 说完 他就跑去找笨蛋柳叶一起钓鱼了 然后老头子很不愤的站起来 他不愤是因为 自己被说成是斗气 然后他想要带着孩子们 去另一边水深一点的地方 子鸢劝道 已经掉了不少了 并提醒老人小心滑倒 但是不服输的老头 刚说完自己身手敏捷 而突如其来的眩影感 让他摔倒掉进了河里 局地家 柳叶慌慌张张地带回了消息 人很快救了上来 当时也没喝多少水 但是人一直没有清醒 救护车已经将人送到了医院 具体什么原因还不清楚 大家在震惊这个消息的同时 赶紧收拾东西 救护出门准备车子 舅母则进屋帮忙准备换洗衣物 毕竟要是住院的话 柳叶则去通知顺子 屋子里婆媳二人收拾着衣物 但是在最下边的柜子 衣服在最底下 摆着整整齐齐保存完好的信件 这时准备好车子的舅父 进屋催促 看到的是这二位 在悠闲地看着信件 原来这些全是子舅母 这18年来写给家里的信件和传真 看来这些信件 她果然全看过呀 奶奶说 最初的时候 自己收到这些信件时 她总是会大吵着要撕掉 扔掉 她不要看不孝女的这些消息 所以自己之后 总是会先一步从邮箱里取信 但是看完后 还是会悄悄地放回邮箱里 因为自己觉得 她应该会看 果然之后再去偷偷看信箱时 那些信件全部见了 她口口声声骂着不孝女 却心口不一 关心着你们 所以这些信件 才会被慎重地藏了起来 而这些信件 她一定是看了多少遍 所以才能够那么地了解 你们的生活 了解阿子的性格 甚至信纸上 更是沾满了泪痕 其实这次大家能回来 她应该很高兴的 但是偏偏这两个人 全是死硬盘 谁都不肯推上 万一这次真的发生了些什么 你们可是连真心话都来不及 听着母亲的叙述 舅父加快了速度赶往医院 来到医院后 急得她大喊大叫 被护士提醒要注意宿景 而舅父不管不顾地抓着人家衣领 问那个失足掉河里的老婆 吓得护士赶紧报了床 推门而入的舅父看到的是悲伤的子愿 以为发生了什么的 她大喊着不要死 但是老头子睁开眼就大骂 而外边的几人也知道了昏迷的原因 是中暑 并说老人年纪大了要注意安全 真的这一消息太过震撼 以至于顺子脱口而出 不会死吧 整的医生是异常无语 甚至还解释到 就他那体格 谋杀都未必能杀死他 而众人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医生的意思是 老人毕竟是头不着地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留院一晚做个检查吧 然后开门就是一阵争吵声 就这精神状态 底气十足的 看来不用明天就能出院了 高知的机场顺子献死前来送行 舅父说之后每年都会回来一次 但献死却说保证让你们年终就能回来 因为自己下定决心要在年终举办结婚典礼 之后这二人更是调侃 就是将来改口的称呼问题 到底是应该叫大哥呢 还是叫大姐呢 这话一出 不光是舅父 献死自己都觉得一阵恶寒 登机前众人士一阵玩笑欢声笑语 而医院里老头子躺在病床上 问出了开始的那句话 我真的很瞒顾吗 大家觉得呢 好了 空舅父的家庭线算是告一段落 敬请期待下一节 谁是鬼魂 海边美女沙滩 以及子愿那完美的身材 这里我多说几句 就是资源里像这种突然画墨变黑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原版是彩图 对 证据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哪位朋友 如果说有这种彩色的电子版 能分享一下最好 扶飞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回归正题 柳叶与江岛看着子愿大秀身材时 子舅母也换好了泳装 而他俩的变化就很现实 但是舅母觉得很害羞 他怕自己的样子有些古怪 毕竟啊 他认为自己年龄这么大了 穿成这样 会不会很落伍 很难看呢 在听着江岛那奉承的话语时 柳叶的回忆 让我们知道了 他们来海滩的缘由 一半是因为他的引诱吧 算是半退半就 按照江岛的说法 他打工的这家旅店 入住率不是很高 所以薪水会有所下降 他希望众人来入住帮他一往 但是柳叶很清楚 这二人的性别啊 一个人妖 一个性别不明 但是即便如此 自己还是觉得 他们真的很性感 而且舅母换衣服的时间那么长 会不会就是处理那东西啊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家伙 非常的令人担心 他不会无缘无故 毫无企图邀请大家 他的目标一定是紫苑 所以啊 为了保住大家的秘密 自己一定要阻止他 哪知道这家伙竟然说 相较于紫苑 他更喜欢紫小姐那样成熟的运动 然后询问啊 为何紫小姐的丈夫没来 原来旧父不能来的原因 不单单是因为工作缠身 入苗家二楼的工作室里 真琴很奇怪 为何今天的空老师 有些心情不佳呀 浩美在旁解释 由于大家都去海边游泳了 然后反问真琴 去游泳要穿什么 这么一问 真琴反应过来了 原来在海边和泳池 是空老师有限的几个 不能办男装的地方 然后就是旧父气急败坏的 搞笑场景 画面回到海边 江岛在窃喜 紫小姐丈夫没来 然后对于紫苑的 你们两个为何不下水的询问 柳叶是一些借口 搪塞过去 但是抬着头 看着眼前的紫苑 她再次的怀疑 眼前这个人 真的是男人吗 如果是的话 这个部位 她是怎么藏起来的呀 然后被觉察出 她视线的紫苑 直接拿头砸球 而对于柳叶这种 菜鸟般的表现 江岛表示 紫苑我就让给你了 她的目标转移了 对于江岛的这种想法 柳叶提出了质疑 那是别人的妻子 怎么可以这样做呀 然后就是我个人的三观问题吧 对于江岛的这种观点 有些不能接受 但是 我是说但是 江岛的这种思想 别说二十年前了 哪怕时至今日 更是大行其道 还是那句话 三观问题吧 做好自己就行 回到故事 江岛现在已经不敢动了 因为眼前的美景 小江岛很兴奋 而且面对着柳叶 谴责自己的变态 她反问道 你为何也是一直 趴着不敢动啊 但是柳叶尴尬 甚至觉得有些惊恐的 不是因为江岛的反问 而是自己明明知道 这二人的性别 自己还有了反应 太好 万一 自己是否是真的变态 西洋西下 江岛竟然拿出西华招待众人 然后指着对面的甲角说 那里是个有名的自杀圣地 传言夜里会有女鬼出现 这番操作紫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舅母有些害怕 眼看预热成功的江岛 顺势提出 大家凑两对如何 这才是她的真面目 她让柳叶紫苑一对 而自己和紫小姐一对 就在她上前纠缠时 一只手拽住她的耳朵 是民宿的老板 毕竟人家发薪水 不是请你来陪客人玩的 然后给这个懒烦的家伙 安排了任务 在后厨 大量的碗筷需要清洗 由于少了江岛 所以三人结伴去感受一下 但是相较于两个孩子 子舅母明显有些害怕 而民宿里 老板一个不留神 江岛逃了 气得老板大叫 要扣光她的薪水 柳叶三人来到了自杀圣地 紫苑还在抱怨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然后她趁着母亲发牢骚时 偷偷地带着柳叶藏了起来 吓得舅母喊话 让他们赶紧出来 而紫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 平时头脑冷静的妈妈 方寸大乱似的样子 但是柳叶 她不怎么在意外边 有些害怕的舅母 这么近距离的狭小空间里 女孩身上那肥皂香气 让她有些陶醉 看着眼前性感的女孩 回想起白天江岛的调侃 她开始胡思乱想 而且好巧不巧的 子怨也越靠越近 柳叶现在满脑的 只有一个想法 她真的好漂亮 外边有了新的状况 江岛是气喘吁吁地跑来 看到这只剩下一个人的子小姐 她大呼幸运 就慢慢地靠了上去 准备吓一吓她 而此时 子舅母已经冒出了 柳叶紫苑二人被鬼拖进大海的想法 所以当江岛悄悄地从身后靠近后 一声惨叫 打断了这二人的暧昧情愫 之后是落水声 舅母对着听到声音赶来的二人惊恐地大叫 有鬼出现 然后不由分说地拖着二人就回到民宿 而海里 江岛那个家伙爬了上来 她还在纳闷 子小姐的力气真大 她感觉自己一瞬间就被扔进了海里 夜里 江岛再次行动 她捏手捏脚地偷进了子院母女的房间 在面对着这二人的位置时 她随意找了一个位置 钻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阵惊恐地惨叫 引得柳叶是一阵恐慌 她赶紧过来查看 开灯后是惊恐的子舅母 她大叫着有鬼 她说突然之间听到大叫声 惊醒后 发现一个黑影从窗口飞了出去 柳叶过去查看 因为这里是二楼啊 但往下看了一眼后 她紧张地跑了出去 留下了还在惊恐的舅母 以及一直安慰妈妈的子院 这下边果然是僵道 对方一把抓过柳叶 惊恐地询问 那两腿之间的那种触感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看着无法隐瞒 柳叶只能实话实说 但是面对着这个 有些崩溃到怀疑人生的僵道时 柳叶突然想到 这个家伙 从始至终没见到对方的脸 也就是说 他不知道那种触感 到底是谁的 因为二选一啊 也就是说 那个人很有可能是子院 就这样 这一晚为这两个家伙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了 看一下时间轴就知道 应该还有一些 这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所查到的关于夜席的问题 这种行为在咱们看来就是入室强奸 但是那是日本的古时风俗 夜席 夜这 夜爬 都是一个意思 最初的原因是由于古代日本资源贫乏生产的低下 所以人们聚集形成村落 而为了促进邻里关系 夜爬就形成了很好的润滑剂 据说最盛行的年代是日本所谓的南北朝到连藏时代 但是时至近代的日本在偏远地区仍然有这种封锁 然后就给大家说个冷知识吧 白天相众的夜爬对象 即使不经过对方的同意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就有了一种情况 那就是狼多肉少怎么解决 解决的方法是抽签 而第一个称为一帆枪 第二个二帆枪 第三个三帆枪 第四第五第六 依此类推 我竟然发现这个可以水失常 能水到万次是吧 到了日本的江湖时期 国家下令不准再乱爬 因为国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经营寄院了 毕竟这些喜欢夜爬的家伙去消费的话 还能为国家创造税收 但是 你想对于那群家伙来说 之前是免费的 现在是收费的 这简直没天理啊 而且这条禁令既不讲道理 也不符合村民和谐 所以你进你的 我爬我的 据历史记载 在1930年有个哥们去夜爬 被女方拒绝 这家伙竟然一怒之下来了个屠村 虽然村子只有30多人吧 但是在当时也算是骇人听闻了 而这起事件叫金山事件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查看 直到战后 这一风俗才算是正式消亡吧 但是大家应该能发现在动漫的作品里 经常会被作者拿来作为调味剂用 好了 今天的这段话就是纯水的纯属水时间 但是我自己也算是明白了 就是为何那么多的动漫作品里 人们对于夜席的容忍度都是很高的 好了 扯了半天有的没的 看到这儿的朋友们 谢谢对我视频的关注以及支持 对于我这段不相干的内容 如果不喜欢的话麻烦留言 我吓得会改正 如果喜欢的话 我会在之后的作品里当发现 我不懂的或者是非常少见的冷知识 或者是习俗时 尽量简短的为大家做个介绍 毕竟想要了解体会漫画中的故事 有时候你确实需要知道一些文化 以及时代背景 好了 做个预告 下一期又是黑老大陈思与雅美的互动 今天的内容到此为止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招待卷 这是柳叶所在的电影社 举办的一次电影欣赏会 由于子苑曾是女主角 所以导演送来了一张 但是子苑很奇怪 为何只有一张啊 因为她自己还想带着爸爸妈妈和朋友们一起去呢 但是柳叶的说辞是电影社经济有些拮据 所以除了社员以外 不会免费招待他人的 但是这个理由被子苑一语道破 你就是不想自己主演的电影 让认识的人看到吧 这句话是直至要喊 电影拍摄阶段的辛酸往事是浮上心头 尤其是叶子 二人就是因为这场电影 屋子里子苑看着招待卷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学校里是人生鼎沸 但是电影社的这场适应啊 入座率很低 柳叶江岛 早就在无聊的鼠羊时 一个背影出现 他是子苑 过来还不忘毒蛇一番 然后挥挥手走进会场 期间柳叶向他要招待卷 答案却是自己忘带了 你又不是不认识我 之后导演出现 门口招待用了你们两个人 所以柳叶进来帮忙吧 在柳叶起身进入会场帮忙时 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 一会儿会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导演看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招呼柳叶关灯 电影《青春爱之旅》正式开始 看着上边的主演柳叶雅美 这家伙尴尬得要死 出于某种心理 他不想待在这 但走到一半时被子苑叫住 并告知了一个消息 那张招待卷 他送给了叶子 这让柳叶有些急 你这样会害死我的 想着自己丢脸的模样被看到 柳叶又落泪了 但是子苑的想法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修好的机会 虽然柳叶认为叶子不会出现 但子苑坚信 叶子可能已经来了 屏幕上刚好是雅美的表演 下边的众多男生对他已经开始着迷 甚至商量要在学校里明察暗访 将他找出来 而这两个家伙的旁边 就是面无表情的叶子 门口的江岛发现生无可恋的叶子 飘了出来 他摘下耳机 刚想要提醒 要小心那个家伙呀 哪知对方现在的状态是什么都没听进去 但是跟在他身后的子苑去询问 这个小心是什么意思 江岛一脸凝重的说 因为观众席里有个可怕的家伙 会场里 营幕上的雅美和江岛的表演 到了关键时刻 叶子还是面无表情 但是身旁的那位受不了了 他大喊着 不要玷污我的雅美小姐 而对于他的出演扰乱会场 后面的观众自然是议论纷纷 但沉寺可不会惯着这群大学生 但随后他才想起 这是在放映室 所以笑着坐下并对大家道歉 叶子在诧异这人是谁时 导演二人是满脸惊恐 外边柳叶躺在了树下 他还在回忆着 当初与叶子发生的种种 这两个场景对于咱们来说是堪称经典 但是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噩梦 就在柳叶满脑子沮丧时 一个人慢慢的走了过来 是叶子 还是日常崇拜大师 这画面大家可以脑补成电影镜头 毕竟大师的分镜全是按照剧本走的 时隔了这么长的时间 二人终于再次见面 不可避免的有一些生疏感 而对于柳叶的尬聊 叶子慢慢的回应 此来的目的是由于之前的事故 一直没有交谈 所以自己想通过观看一下这部电影 来看清自己的情感 而听到这柳叶有些紧张 想到分手的话 二人从未正式拍过拖 不是分手呢 那就是绝交 连朋友都没得做 但是想到朋友 对方只是将自己当成普通朋友吗 终于审判的时刻到来了 叶子非常在意镜头里接吻的镜头 即使是两个人隔着一层牛皮胶脂 那个镜头也是极之不快 听到了结果的柳叶 看着说完后低头不语的叶子 他自认为自己和叶子之间完蛋了 但是就在叶子还想再说些什么时被人打断 是陈四 对方还在称呼柳叶为雅美小姐 叶子还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实 毁三观的一幕再次上演 这家伙直接扑了上来 甚至还大喊着 我很挂念你啊雅美 电影放映结束 社员们还在讨论着陈四 而子怨无意中看到了叶子的背影 上前打招呼时 感觉叶子还是一副备受打击的样子 以至于对于子怨的问话 回答起来都是呆呆傻傻的 当子怨听着带走柳叶的人是个黑色会时 她会声会色的形容了起来 突然他们身后不远处 一辆黑色的豪车驶过 看着几人慌张的样子 叶子才算反应过来 柳叶竟然是黑道大哥的爱人 当然这是她的理解 而汽车里柳叶彻底的慌了 自己被人绑上车 而且对方副驾驶的那个光头 还拿着刀子威胁 但是陈四事实地阻止 吓得柳叶小心肝直颤 因为上次明明已经说了很清楚了 但是陈四只是微笑 然后回答道自己很明白 而且今天这次不是私事 是有人看了当初的那部带子 觉得你是个人才 想要让你进入演艺界发展 而身后的出租车里 则是担忧着柳叶的重点 雅美上线了 她被三个专业的化妆师 慢慢地做着打理 陈四就在一旁 笑眯眯地看着一切 对于雅美的疑问 她的解释是 一家制作公司的社长 对雅美的演出很感兴趣 但雅美察觉出个关键问题 对方知不知道自己的性别 但是就在她歪着头 说着自己对女演员不感兴趣时 造型师最大 直接将头摆着 而陈四的解释是 由于对方是自己多年的之交 所以不好拒绝 并且也说好 只见一面而已 而且到时自己也会说清楚的 然后很诚恳地请求对方帮个忙 没办法 雅美的性格就男性来说 性子很软 是个缺点 但是要是放在女性身上 那妥妥的是个女神 所以心软的她再次强调 只是见面而已 但是在握住雅美的手时 这家伙的表情是这样的 吓得雅美赶紧出演提醒 反应过来的陈四 心慌的 心慌的带着自己两个小弟 离开了房间 而到了门外 她就本性暴露了 但是为了之后的后续 她还是在忍耐 而她的打算是 将雅美介绍到异能界 要将她捧红 要让她的身心都变成女人 而到时候 自己这个一手培育她的男人 就可以两个人在一起了 想到那兴奋之处 更是手舞足蹈 将两个小弟吓得不轻 打厅里 子怨三人紧随其后 跟了过来 期间江岛说着丧气话 柳叶被人带到这儿 说不定已经被得手了 被子怨抱怨时 听到他们对话的叶子 停了下来 她想要回去了 因为她不敢想象 柳叶竟然与那种人有关系 而且还是那种 自己所认为的肮脏的关系 急得子怨赶忙解释 柳叶不是鸡 她是被胁迫的 大家需要去救她 但是叶子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柳叶想逃的话 肯定是能逃得掉的 正说着 陈四带着小弟出现在大厅 三人赶忙躲了起来 之后呢 更是悄悄地跟在她的身后 发现了她是来和人见面的 看着他们谈笑风生 江岛好像认识那个男人 而爱人的交谈内容 是陈四想向对方推荐雅美 这边 江岛说出了对方的身份 那是艺能界最大的制作公司的社长 因为江岛是个立志 要成为演员的男人 所以对于艺能界的人和事 他都比较上心 而且他自信啊 自己不论是演技和容貌 都要抢过柳叶那个家伙啊 但是叶子是打人砖打脸 因为那个黑道 现在就是在将柳叶当成女孩 推荐给人家呀 而这时三人才想到这个荒谬的事 新女星柳叶登场 另一边 陈四叫小弟将打扮好的雅美叫过来 趁此机会 叶子雅美悄悄地跟了上去 只留下个江岛 傻傻地看着电梯门的关闭 电梯里 这两个女孩也是胆大 一路的尾随来到四楼 看着对方进了407 里边是化妆完毕 而外边两个女孩商量着对策 叶子的意思是 一定要见一见柳叶 她想要知道 男人做女影星 是她的本意 还是被黑道胁迫 而明白了她的心意后 紫愿让她放心大胆地去做 就在雅美切生生地出门后 三人听到旁边有个女孩的惨叫 来到转角处发现 是紫愿 她在地上大叫着有蟑螂 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女孩 这两个家伙相视一笑 其中一个便离开了雅美身边 而借这个机会 叶子悄悄地走了过来 抓着雅美就跑 光头小弟虽然被发现 但是因为紫愿的纠缠 所以晚了一步 找不到人的两个小弟 只能下楼去找陈寺 气得她先和客人道歉 然后三人开始遍地地寻找 而雅美呢 则躲进了女厕所里 看着这身打扮的她 叶子不禁地感叹 你扮女人的相似度太高了 然后忍不住地问道 你就那么地喜欢扮女人当明星吗 外边三个人找了一大圈 也没有发现踪影 突然光头发现了紫愿 因为刚才和叶子 他们并没有约好集合地点 看着四处闲逛的紫愿 光头想去将她抓来逼供 却被陈寺拦下 她竟然说 由她去吧 厕所里 刘叶知道了缘由 这和之前的约定是不一样的 自己被骗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 叶子突然说 自己不想看到这个样子的你 就在雅美以为叶子想要绝交时 对方却明确地表示 在看到你扮成女人这副模样时 真的很生气 尤其是那个接吻的镜头 而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将你 视为比朋友还要重要的人 所以 请你不要再做这种 不伦不类的打扮了 这番话 近乎告白 听着叶子的哀求 雅美站了起来 就在她想要有所行动时 厕所的门被打开了 是紫苑 但是就在三人很高兴 能会合时 又有人来了 这次是陈四 她是一直跟着紫苑 所以找了过来 雅美 气得上前直接质问 为何与当初说的不一样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就在陈四一脸紧张地解释时 叶子出言大断 你仍然喜欢着柳叶对不对 面对着这种 执重要害的问题 陈四还是嘴硬的不承认 但是叶子提出了一个陈四忽略的问题 成为了女明星的柳叶 一定会被导演做出不同的要求 就好比吻戏 想象一下 就和你今天在大学里看到的一样 请问你能否再一次地承受这痛苦的打击呢 但是没容他多想 小弟前来汇报 外边的那位社长 等不及要离开了 所以陈四只能先将雅美推出去再说 但是这位高额头的社长 见到众人后明显有些心动 陈四此时也顾不得后边的几人劝阻了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先将人带入演艺圈 将雅美的身心全变成女人后 再说其他的 而大额头社长则大呼这是个可造之才 然后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 越过陈四雅美 来到了子院面前 这个女孩简直是魅力四射 急着陈四说 这个才是雅美 但是大额头却说 那只是化妆品的功劳 缺乏自然美 眼前的这位才是魅力四射 原来这次的浓妆是陈四怕效果不好 特别要求的 而高额头则向个基边的星探 请求子院去自家的事务所 就在雅美叶子松一口气时 江岛出来凑热闹了 他向高额头自荐 请求对方捧自己 看到江岛冒了出来 陈四是怒火中烧 因为这个江岛就是那个夺走了雅美香吻的家伙 然后是陈四追杀江岛 江岛哀求高额头 而高额头死缠着子院 就这样 在众人那乱糟糟的吵闹声中 本节结束 好了 叶子终于算是告白了 而陈四还是贼心不死 但是子院应该身处何处呢 所以朋友们敬请期待后续内容吧 本期内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